也是类似 只是说 是否等于零 那等于零之外呢 它有一种是属于什么呢 不等于零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呢 假如说它有一种什么样的 不等于零又不等于零 那就等于零 对不对 那怎么表示呢 这边哦 比较 这样子 最后的哦 再一个什么呢 瓜佛 这样子 不等于又不等于 那到最后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 所以 这样的表示方式 其实就是等于 就是等于 那就可以不需要 那 可是就是说呢 我们有的时候当然 一般状况是这样 但是有的时候 比较复杂的判断 需要不等于又不等于的判断 那你就可以 把这个程式把它改成什么呢 类似像这样子 不等于 然后这个就是不等于 再加一个不等于在前面 那特别注意呢 这个时候呢 要先把它刮弧起来 再把它刮弧 刮弧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呢 输出就会是等于 输出值 该值等于零 那我们来试试看 假设说我今天输出 输入一个值 输入一 它就该值不为一 该值不为零 那输入零 该值为零 所以关键点在这里 也是一样 前面的程式码都一样 输入一个值之后的话 在这边做一个一幅 不等于N 不等于零 这个地方把它改一下 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有点好 对 好 对 谢谢观看